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難忘出相遇 你硬硬笑語 美目留轉彼此回憶 聚散都相依 相思量不易 爱命开心地永远 与你遇见清醒 为你一生重情 只求你知道 我真心 这能不能交进 一生为你沉迷 把心交给你 我愿意 与你遇见清醒 为你一生重情 就算苦河头已注定 刹满目光交进 一生为你沉迷 就算胆下去 就算胆下去 我愿意 我求求你 放了我吧 我现在心里只有永和 好 既然在你的心里只有永和一个人 我对你的只有伤害 那就当过去我的所作所为 都对不起你 我今天以此还给你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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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你不要这样 我没听错吧 你还记得 叫我靖萱哥哥 美丽 我们俩的过去 你真的放得下吗 放不下又怎样 荒命难为 我们已经回不去了 我们已经回不去了 可无妨不行 因为你一直在我心里 你为什么总是这样让我心痛呢 为什么让我心痛 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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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找了一夜都没找到 也没有消息 他们去哪儿了呀 会不会是被庆王爷带走了呢 不可能 你别瞎塞了 我相信王爷 绝对不会做出违抗皇命的事 不行 我得到竹风林后面那个黑洞去找找 你等等 那个黑洞不知深浅 你得带人一起去搜寻 如此惊动大家 岂不是扩大事端 我想我们是不是应该禀报老祖宗 看他老人家怎么裁定 也好 走 王爷 王爷发生什么事了 可可可 可可 我们家哥哥怎么了 快请太医 快醒 王爷 我来吧 让开 王爷 美丽为什么昏迷不醒 她是不是受伤了 她是不是受伤了 王爷 美丽哥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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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 出大事了 你们先下去吧 是 是 怎么了 美丽哥哥回来了 怎么回来的 庆王爷抱回来的 还一路奔回美丽哥哥房里了 是吗 哼 这下可有热闹了 表哥 你为什么打我啊 谁叫你用永鹤的名以月美丽的 你怎么知道 你赴约了 你明明去了竹风梨 你为什么不现身啊 我想看你玩什么把戏 说 还有谁知道美丽去后山的事 没有了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了 我告诉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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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大家都议论纷纷 出现了许多 不堪的猜测了 反了 反了 景仙不顾皇命赐婚 不顾体统 竟敢招摇生事 荒唐 主子 可怜的是美丽哥哥呀 美丽这会儿人呢 太医去看过了 说是情绪激动 气血攻心 以至于瘀气不解 需要静养几日再看看 美丽的命运 怎么这么坎坷呀 老天爷呀 你也开开眼吧 昨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景仙哪 你到底想做什么呀 难道你希望永恒看到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吗 我们现在一山不整 永恒看到怎么想 你又没有为自己想到 这会对你造成伤害的 我恨你 我们的过去 你真的放得下 放不下又怎么样 皇命难为 我们已经回不去了 王爷 我来吧 让开 老生路怕沧桑 只怕你 是 神仇 痴探 宿命 太过荒唐 神情都 换来 惭惭 爱恨交参 爱恨交参 苦苦 掌掌 大罪 你没事了 美丽 一切都过去了 你现在是安全的 没事了 美丽 你一定要赶紧好起来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陪着你 永恒 永恒 你不能再陪她了 她快毁了你的 额娘 你不要这么说 我不这么说 该怎么说啊 如果额娘现在不劝你 将来她 额娘 美丽现在昏迷不醒 你就这么着急啊 我当然着急啊 当初你阿玛 好好好 你别拽我 当初你阿玛不同意 你跟美丽格格在一起 就是怕她会闯祸 咱们家承受不起 可是额娘心疼你 想着既然你中意了 额娘我就勉强同意了 可是没想到 她还是会闯祸 都是臣妾的错 臣妾没有保护好美丽 所以才出了这么大的事 爱妃不必自责 这些风波 都是靖萱惹出来的 不管爱妃的事情 但是 靖萱这事做得简直太鲁莽了 这次庆王爷确实有欠周全 就算是因为美丽发了高烧 她救人心切 也不应该就这么仓促地 把她抱回来啊 这对美丽的名声 是有莫大的影响啊 想到美丽和永鹤 就要谈婚论嫁了 可是朕下 臣妾真替美丽感到忧心呢 是啊 朕也在想该如何平息这些流言才好 皇上想到办法了吗 还是等靖萱先给朕一个交代 朕看看她怎么说再做决定吧 不管皇上如何处置 臣妾但求不要委屈了美丽 她实在是太无辜了 爱妃说的事朕记在心里了 额娘原想着 既然主在有意成全你们 万有就乐观其成了 可是现在关系到明杰的问题 人言可畏呀 就算你因为美丽格格 而有了大好的前程 那你将来又如何面对 其他人的闲言闲语呢 我只要美丽格格就够了 你不要再自欺其人了 你还要傻到什么时候 额娘 这件事以后再说 你先回去吧 永鹤 你先回去吧 额娘 哥哥醒了 小心 来 美丽 你好点了吗 永鹤 你终于把我救回来了 回来就好 其他的都不重要 美丽 你生病了 一定要好好休息 饿不饿 我去找人准备吃的 马上回来 小翠 你先照顾一下格格 我马上回来 我马上回来 小翠 是永鹤把我救回来的吧 是王爷 格格 反正您迟早都会知道的 是王爷抱你回来的 好 我们找你 找了一个晚上都没找到 结果隔天一早 是王爷用他办事的衣服裹着你 把你给抱回来的 哥哥你没事吧 静萱 你主动求见朕 朕希望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以平息众人对你和美梨的种种猜测 没有什么好猜测的 你主动求见朕 皇上 我要娶美梨 大胆 难道你忘了朕赐婚给你和宿营了吗 景萱不敢忘 不敢忘就好 你屡次闪烁婚期向后推迟 朕不予理睬 可你居然提出要迎娶美梨 简直是太过分了 我爱美梨 我不爱宿营 强迫我娶宿营 也只会伤害他而已 皇兄 我现在以手足的身份 哀求皇兄能够理解我 我真的很努力地 想遵从皇命 彻底放下美梨 去接受宿营 可是我做不到 我真的做不到 做不到也得做 难道你不知道君无戏言吗 朕既然已经下了旨 你就得遵守 之后把苏灵娶回家 日久生情 就自然会相爱相细 自古以来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有谁问过爱与不爱的 你的要求不仅天真 而且非常地无礼 皇兄 你也有切身之痛吗 最明白相爱却无法相守的痛苦 我为了保护美梨 我心甘情愿 接受这断情决意的骂名 原以为只苦了我一个人而已 没想到美梨比我更苦 胡说 美梨有什么苦啊 皇祖母让永鹤娶美梨为妻 对美梨来说就是最大的幸福 朕看美梨所有的痛苦 都是你私心太重 忘不了过去造成的 应如求主子高抬贵手 应如冒死求主子高抬贵手啊 你起来 先起来再说话 主子 我们家就永鹤一个儿子 有幸得到主子特意栽培 应如铭记在心 也深知主子 特意一路提拔永鹤的苦心 可以格格现在的状况 我们家实在是取不起啊 你先起来 不不不 主子自恩让你起来 不不 应如明知犯了大会 可身为额娘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永鹤一生受到耻辱 她还年轻 她以后的路还很长 你让她如何在朝廷里立足呢 主子之前的龙恩 奴婢一家人实在是承受不起 主子要责要怪 就全怪奴婢一个人吧 求主子饶了永鹤 求主子饶了永鹤吧 好 应如 我很了解一个母亲 为儿子抱屈的心情 可是现在状况未明 如果贸然下决定 可能有事偏颇 不如这样吧 我暂且答应你 不勉强勇吓娶美梨 可以吗 多谢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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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兄 你知道吗 美梨她真的很苦 不仅我割舍不了 她更割舍不了这段感情 只有我 才能给她真正的幸福 幸福 还真正的幸福 朕看你根本不能给她幸福 能给 请皇上成全 让我娶到美梨 我就能给她幸福 这绝不可能 求皇兄成全 滚 朕不要再见到你 王爷 别再惹皇上生气了 先回去吧 王爷 我不走 除非皇上答应我 求皇兄成全 让我娶美梨 来人哪 把她给朕拖出去 求皇兄成全 让我娶美梨 求您成全我娶美梨 皇兄 求您成全我娶美梨 皇兄 我要娶美梨 把门关上 滚 滚 我要娶美梨 荒唐 靖宣这孩子做事 实在是太荒唐了 太附近 苏莲 苏莲与王爷的婚事 已经照成公布 满城都知道 今天 王爷亲自去请皇上 收回成命 这对苏莲来说 就形同退婚 我真的不知道 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会让王爷如此地嫌弃 这对苏莲与王爷 这条是 朕莲与王爷 这条是 我的 无所谓 太阳了 这个 皇兄 我 和 这条是 伤心 这条是 还是我去吧 那就有劳太夫妻 你等着消息 可不可以 锦选 跟鹅娘回去 你要把事情搞得多大 才肯放手呢 跟我回去 皇上不答应 锦选绝不离开 恶娘再跟你说一遍 跟我回去 皇上不答应 靖萱绝不离开 苏莹哪一点不好 你非要让皇上收回城密 要娶美梨 你这样做 对得起苏莹吗 对得起恶娘吗 当初答应皇上的此婚 我也是为了救美梨 美梨 美梨 在你心里只有一个美梨 你把事情搞得是漫长风雨 庆王府的脸都让你丢尽了 所有爱你的人 都会痛心的你知道吗 皇上念你手足之情 没有砍你的头 你不知感恩 反倒站在这里跟他对峙 你还想要命吗 娶不到美梨 靖萱绝不离开 住口 绥争这样 tiro 一ario 恶娘 conservative 恶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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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一块儿去死 你就跪死在这儿吧 最不想看到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景萱终究过不了 自己心里这一关 主子 您就劝劝王爷吧 景萱给美离 造成那么大的风波 她坚持娶她为妻 是负责的态度 你叫我怎么说呀 我现在比较担心的 是出了这么大的事 美离怎么面对 来 小心头 好 永鹤 小村 来 和你啊 你跟我来 你不要进去 你放手吧 永鹤 你跟美离格格的事就算了吧 额娘 你小声一点 别让美离听些 甭说庆王爷现在还在玉树房外 求着皇上 山庄里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 这以后难听的话只多不少 永鹤 永鹤 这点绿帽子太大了 你戴不起咱们家也承受不起 额娘 你什么都别说了 我就是要美离 你宁愿一辈子受到耻辱吗 你让我和你阿妈跟着蒙秀 一辈子抬不起头吗 你怎么对得起我们 你怎么对得起我们 好了 额娘 你别难为我了 先回去吧 我们的一个好好的儿子 怎么变成这样了 怎么变成这样 哥哥 再吃一口吧 我来吧 对不起 耽误你喝手了 来 永鹤 我比什么事都没发生 永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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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喝一碟 小姐 打雷了 天气变了 好像要下雨的样子 果然是要下雨了 要是把王爷淋坏了 可如何是好 太附近 您看这 最好是下一场大雨 让他洗洗脑子 清醒清醒 真是气死我了 我找到他 这是打也打了 骂也骂了 就是不听劝 真是诡弊心窍了 太附近 王爷他不怕触怒皇上 也要执意退婚 看来他是下定决心 不迎娶宿赢了 这种事情 我绝不会让他发生的 太附近 该用膳了 不吹不吹 拿下去 太附近 您多少吃点吧 要不然身体会受不了的 他这么执扭都要去死 我也陪他一块死好了 太附近 您可千万不能有这样的念头 要不我们再想想看 看有什么其他的办法 想办法 想办法 我都没有办法 你能有什么办法呢 我看最好的办法 是让皇上下一刀一指 让他死了去 活不了了 活不了了 太附近 我看王爷平时挺听老祖宗的话的 要不然您去请老祖宗 让他出面相劝 说不定王爷能听他老人家的 我不去 我哪儿都不去 我就坐这儿等 你好 亲王爷 皇上此刻不遇见您 您先回去吧 您在雨中临着 会生病的 王爷 您别为难皇上了 先回去吧 王爷 苏盈 起来说话 谢谢老祖宗 我知道 你是为了靖萱的事而来 这孩子的事 使我一夜不得安眠 苏盈知道 老祖宗对沁王爷 向来疼爱有加 此番王爷一意孤行 冒犯天威 苏盈十分担心 庆王爷的处境安极 恳求老祖宗 看在宗亲的情分上 帮忙劝道王爷 你对靖萱这番心意 我很感动 但是你知道吗 她的脾气溜起来 谁也说不动她呀 老祖宗 您出言朔尽 我相信 庆王爷应该会听您的 求老祖宗救救庆王爷 老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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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子 梅雨 也好 非得新讯 老祖宗 嬉 敬畅 乃 乃 好 老祖宗 咱们 快 狗 我 二 帮 我 我 老祖宗 不 是 我 是 我 可是 你放心 我相信皇上 不会因此判他死罪的 只不过是掠影抚 王爷 请王爷回去吧 太夫竟为了您伤心欲绝 已经决定不再进逝 王爷 你忍心为了梅梨 伤了太夫竟的心吗 你怎么不说话 你真的愿意 看着太夫竟因你而死吗 你真的是嫌弃我 不是 您是 什么 看着太夫人 太夫人 也不认为他 虽然 未来 你快要也要 自我 你这么做 有没有考虑到我的感受 你这么做你让我情何以堪 所以 对不起 对不起 你以为你跟我说句对不起就完了吗 王爷 是不是我主动退婚 您就回去 这样太夫妻也就不会为你伤心了对吗 如果你愿意成全的话 我终身感激 好 好一个终身感激 我就如你所愿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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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玛 额娘 女儿不孝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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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 圆娜救命啊 宿营小姐 偷无自尽了 什么 宿营跳河自尽了 是的 娘娘 现在人怎么样了 幸好发现得早 金太医抢救 这会儿已经回方休息了 宿营也是个刚烈的性子 竟宣求皇上这一招 还未趁心如愿 没想到 先把宿营逼上了绝路了 太好了 这事情闹得越大越好 敬营公然抗旨在先 宿营自尽未成在后 皇上这下 可是很难轻饶了敬营了 当着这么多皇族宗亲的面 皇上这次绝对饶不了庆王爷 这都是静营自己往火坑里跳 怨不得他人 如果静营一倒 美离失去了一个靠山 看谁还敢碰这个灾星 是 你怎么能做出这么傻的事啊 你就这么走了 我怎么能对得起你的父母呢 真是让我痛心啊 太父亲 我虽然未过门 但名分已定 王爷求退婚的心意已绝 我还没有什么脸面苟活于世 还不如一死了之 倒也圆了王爷一个心愿 成全她个美丽 太后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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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免礼了 你身子还好吗 回老祖宗的话 苏嬴没事 我知道 你伤到的是心 可是 求死也不能解决问题啊 老祖宗 王爷为了梅林 宁愿去遭护了 太夫妻也想跟着王爷共赴黄泉 他们都是我至亲至爱的人 与其让他们难过 不如我一人承担 只要素赢不在人世了 那么王爷就可以顺利迎娶美丽 太夫妻 也不用跟王爷生气 一死相逼 你这傻孩子 怎么可以拿自己的性命当儿戏呢 素赢 此事关系重大 就算你愿意牺牲 皇上也不会撤销赐婚 成全静宣的 此事也不是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 是缓则缘哪 你不要再做傻事了 素赢明白 可可 听说老祖宗去过素赢小姐那儿以后 她的情绪慢慢平稳下来了 她没事就好 不然的话 我真的良心难安 这件事怎么能怪您呢 要怪 也应该怪庆王爷才对呀 庆萱的脾气就是这样 他想做一件事 就一定要成功 他做事这么固执己见 要怎样才能罢休啊 哥哥 这庆王爷 现在还在玉树房外 求着皇上呢 你说 皇上会不会答应他呀 皇上怎么会因为私人的感情 就取消了之前的赐婚呢 对 哥哥 别想庆王爷了 永鹤大人离开之前特别交代说 让您先把药喝了 哥哥 这个永鹤大人 对您还是跟以前一样好 是啊 所以 我才更不能不为他着想 请皇上放宽心 宋英小姐目前已无大碍 老祖宗也亲自去探望过了 秦王爷呢 回皇上 秦王爷还跪在外头 叫他进来 叫他进来 这 皇上 秦王爷来了 你差点把宋英给逼死了 你知道不知道 你到底要怎么做才能称心如意 我说过 我要娶美丽为妻 混账 整个山庄都被你搞得鸡犬 为您流言四起 你还在这儿一味地说要娶美丽 美丽 正因为流言四起 我更要为他负责 朕看你根本负不了责 既然我负不了责 既然我负不了责 那我宁愿已死 什么 你居然以死来逼迫朕 好 生死由你决定 要向朕收回成命 绝无可能 你看 有才有 稍微 我想 这 在 莫 你的 four 是 我们 在 约定来生相见 虽说是命中注定 可以见一幻眼 前身的命 今生却不相见 就算是天荒地老 说好相逢这一天 虽然你虽然你抛却尘缘 却放不下你的心里的依恋 诗诗秘密 四月边迁 转眼成之魂 红尘远去 欢乐容颜 爱在天地间 啊今生情 来世约 心花净土一片 啊来世约 心花净土一片 心意在山水间 心意在山水间 心意在山水监 啊来世约 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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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灵